其实一直有朋友问我这种问题 教练 我这一天应该摄入多少热量才能减脂 我这一天应该吃多少热量才能增肌 我碳水应该吃多少卡 其实听到这种问题 我知道你又中毒了 那我现在先问你几个问题 我一天摄入2000卡保证我能减脂 那我吃2100卡是不是就不减脂了 那我吃1900卡是不是减得更多一点 那我吃2200卡的时候我多动一下 是不是又减脂了 其实人体它就是符合一个算不准的原则 所以说没必要因为这些数据去烦恼自己 我们需要做的是保证一个健康的前提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先摄取一个安全范围内的蛋白量 然后再加上碳水和维生素 达到一个让自己吃不成的总量 并且把每一餐定量 这样观察一周或者是四周 也就是一个月的变化 然后再根据你的变化 去对饮食里面的结构进行调整 这样才是最靠谱的做法 所以说大家以后不要再去纠结热量了 人体就是算不准的 你只需要规律定量看变化就OK了